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1月23号下午主持召开 专家 企业家和教科文位题等领域代表座谈会 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座谈会上 马海涛 李彦宏 颜建文 李陆明 王晓云 王春法 刘震 张宇飞等先后发言 大家认为 去年我国经济较快增长 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加快塑造形成 许多方面出现了积极向好变化 大家还就解决当前发展中的问题 和做好今年政府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李强指出 过去的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我国发展顶住外部压力 克服内部困难 在波浪式发展 曲折式前进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虽然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 但综合起来看 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我们要正式困难挑战 坚定发展信心 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要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要坚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活力 要把阔内需与会民生紧密结合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已向各地区各部门同步征求意见